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果他的前幕僚 一个小妹妹 一样也是小妹妹 叶之义 他是戳戳妹 当初他当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当柯文哲的幕僚 是柯文哲还选出来的 当柯文哲有时候乱讲话 说散伴娃的时候 他就给他戳一下 提醒他 不要再讲了 所以大家叫他戳戳妹 叶之义 结果没想到他在底下留言说 你是斯德哥尔摩 他想表达的是 你是斯德哥尔摩 郑后群吗 柯文哲第一开始 第一开始柯文哲有说 我叫柯文哲 是柯文哲自己回的 我是柯文哲 他可能有点生气 后来小编才帮他写作 好久不见 这个好像是中国大陆过去 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出来 斗争你的爸爸 斗争你的妈妈 斗争你的老师的那种感觉 毕竟你还是你的前老板 可是不只叶之义 不只戳戳妹 你可以看看 现在你台面上看到的林克敏 包括过去 他也是柯文哲身边的人 他现在跳出来 他是民进党的副名书长 他批评柯文哲 计升国会是冠老板 你们这些人在国会里头 都是把柯文哲给冠坏了 过去他是柯文哲的竞选团队 新闻主任 现在他是民进党的副名书长 2019他是总统府的发言人 他其实本来就是民进党的 是不是民进党都把这些人 放在柯文哲身边 然后知道柯文哲的习信 现在柯文哲壮大了 或者他想卷总统了 我现在一个一个跳出来 把你打死 把你批判死 是这样子吗 这是策略 策略 策略 就是他们用这个策略 毁灭柯文哲 其实重点不是在毁灭柯文哲 他要打到柯最后 他的能量变成柯拿的选票 是蓝银的票 绿的全部吸回来 对 然后他现在打一直打 然后变成蓝的 你知道蓝银的支持者 他比较有感情 有这种比如说同情 然后会觉得柯P也是被 民进党这样扣扣 被民进党压迫 被民进党黑 我跟你说 他现在形塑成最后柯P 恐怕是真会选2024 如果是这样的话 2024柯P拿的票就会 蓝跟绿大概就会82开 如果现在有64 他们就要把你逼到82 就是这样子 如果柯P未来还可以 再选5次总统 假如是这样的话 每4年就可以再选大概 选到16年就5次了 这样的话 每一次拿的票 就会逼着你去拿的 就是蓝的选择 所以他现在其实就是 把柯打成蓝的 你拿的 你拿的 没有错 因为你知道网路上 以前很多人支持柯文哲 都是绿的 现在这些人都一一的 一个一个都走了 是他们的策略吗 没有 就是你说 施德而各谋症候群 就是你是被加害者 然后变成 同情加害者 他跟蓝的就变成是在一挂 这有策略的 当然 有策略 不过这些人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吗 像是这个戳戳妹 他现在是在中华文化总会的媒体专员 这个中华文化总会的会长叫做蔡英文 你批评人家寄生国会 你们是不是寄生国家 来 将军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柯文哲可能当时在 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没有想那么多 他认为说我是个人魅力 我抓抓头 举手投足之间就有无限的男人味 所以说这些小女生 这些文青 看到我之后就觉得说 我是一个高知识分子 我是个大夫 我是个医生 我是万人景仰的偶像 所以你们都来跟我朝圣 柯文哲当时真的是这样想 他随便一场造势 不用号召20万人参加 吓死全世界 柯文哲该醒了吧 那都是人家放在你身边的卧底 全部20万人都是 那都是卧底 因为一个卧底 找一票人来支持他 因为为什么当时民进党评估 国民党在台北市是会赢的 林胜文是会赢的 民进党派谁出来都选不赢 怎么办 派个刺客出来 叫做柯文哲 刚好柯文哲有当时这个特性 而且大头症上升 一下子突然间好开心 我在帮人家看病的时候 最多是病人在旁边 跟我聊聊天拍手而已 现在20万人拍手 他一下子那个所谓的自我膨胀 涨到了极限 人人都用 反正年轻的 可爱的 漂亮的 只要肯投靠到我台北市政府底下了 我全部都收 可是你不知道 你要用人家的人之前先搞清楚 这都是什么 卧底 都是无间道 而且还美女 都是美女 都是无间道 对不对 为什么放在你身边 看样子好崇拜你 伯伯好可爱 柯文哲做一件错事都拍手 柯文哲做一个好笑的事情 都可以把它变成梗图 化为无限的网路力量 所以柯文哲充分的被这些渗透者 被这些卧底者 让他供养了四年 他好爽 好开心 可是四年之后 他的大梦出行 人都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告诉你 戳戳妹 我是柯文哲 我觉得戳戳妹还算有道义的 他应该还再留一句 是你又怎样 是你又怎样 那有多么的痛 其实我就觉得 所有的政治人物要切记一件事 真正的脚踏实地为市民服务 才是争取支持的最佳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做梗图 而不是养一些网军 而不是跟这些年轻人 用巧妙的方式或者是语言去骗他 骗到最后 你就要你的病就要发作了 我跟你讲 所以柯文哲一定很受伤 他一定很受伤 所以小便敢跳出来说 好久不见 有回吗 人家不会回你了 现在你可以给我什么 赫文哲市长 你能给我什么 可是我可以到中华文化 总会去当什么 媒体专员 我可以到林赫民 我也站到了什么 我也找对老板 我现在显现出来了 我的老板不是你 对不起 我曾经帮你做过事 可是我的老板不是你 是我的老板叫我去帮你服务 所以你不是我的老板 你只是我老板 叫我去服务的对象而已 其实阿伯这样真的很伤心 不过如果就像这个 刚刚龙介兄讲的 他们的策略是要把柯 把这个民众党打为蓝的 打成国民党 那现在蓝白还合作 合作什么 不是刚好中计吗 其实这个就是柯文哲 自己本身的问题 你说这些人 其实不止 现在有一些 现在目前都还潜伏 在柯文哲身边 还有 当然有 一直都有 我必须讲 柯文哲当初自己是开门已到 因为他当时没有自己的人 所以就把这些人全部弄来 柯文哲以为这些人 是来帮他 错 这些人是来帮助民进党 控制柯文哲 后来发现这个人控制不住 所以才一个一个离开了 可是这些人本来就是 民进党的细胞 所以他们今天出来 讲这个话刚好而已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 蔡英文派过来的 可是 可是现在是柯文哲自己 搞不清楚状况 也就是柯文哲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当初民进党 为什么跟他合作 为什么支持他 柯文哲讲说我是墨绿的 他当初认为自己是墨绿的 可是他慢慢慢慢开始 从光谱的一端 飘向另外一端 他现在他自认为 他自己是飘向中间是白的 可是民进党 现在要把你推过去 让你变蓝的 甚至是红的 是 最好是红的 最好是红的 其实他们一开始 就已经把他抹红 蓝 就是不要 你就不要绿就对了 这样子 就是第一个绿的基本支持者 不会支持他 第二个中间白色的那些选民 也不会支持他 这是民进党的策略 可是柯文哲自己 在那边摇摆不定 所以让人家搞不清 你到底是蓝 是红 还是白 还是绿 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 因为他每一次 遇到不同的场合 就会讲不同的话 所以这是柯文哲 自己最糟的地方 本来之后来讲 他讲一个要跟大家和解 没有错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当初那个哭了嘻哩哗啦 买酒来拒绝跟他握手 那个是谁 那个人叫柯文哲 所以你今天讲这个话 其实说真的 相对来讲 比较没有说服力 但是我也必须说 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跳出来 因为228 是民进党每年的提款日 如果今天大家真的和解 你知道民进党以后玩什么 以后我家的ATM就不见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 极尽所难的去撕裂 因为每年台湾一定要撕裂一次 你不撕裂的话 民进党就会没有本钱了 这个是民进党 绝对不会放弃的东西 不愿意放下仇恨 不断的撕裂 像是马英九 在228事件发生的时候 马英九应该还没出生 可是就说你没有资格 你是筷子手的后代 你没有资格来纪念228 今天马英九他哭了 会为什么哭 来看一下 你今天看到的是马英九今天早上 他说了一段话 他说尽量228是要寄取教训 化解仇恨 台湾需要民主不是独立 然后他在讲到他过去跟228的家属 在接触的时候 他觉得很难受 他心里面悲从中来 于是他就流下了眼泪了 当然这是台湾历史的一个比参的事件 但是你们现在对大陆共产党反对到这样 你知道如果没有终于是 2、2、5发生这些事情去平安 台湾可能走到共产党拿去了 所以国民党出来的时候 三十六年 共产党没多久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台湾压压压压的时候 是不所不用积极 三什么手段都给你用 就是你说的 臥底在你的身边 就是臥底 国民党里面也共产党臥底 共产党臥底 共产党里面也有国民党臥底 所以那时候来接受台湾压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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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